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婆婆又去了深圳 有宝子说 她是不是去英国之前 都要报复兴去深圳呀 下午居然下起来红色暴雨 我早上吃了一个牛肉粉丝包 这个牛味太重了 下次不买了 Good morning my baby Good morning my 你吐了 啊 啊 让我们换你最喜欢的船上吧 真好 妹妹人还怪好嘞 我本来还觉得这两天 家里已经没啥家屋可干了 这一下她又给我找来活了 家屋就像海绵里的水 集集总是有的 我看评论区总有人问我 农村来的还不干家屋 是不是因为以前读书很厉害 其实也不是 我学历也不高 九年义务教育以内 我学习还算可以 每次都是前五 但是后来高中物理 就把我拉向了学渣的深渊 那些什么力学光学 真是让我两眼一抹黑呀 最后就上了个大专 所以现在大家叫弟弟学霸 我真心觉得太早了 高中才是分水岭吧 下福 来下面 对 来下面 对了 好棒哦 从我的案例 大家可以发现 学习好不好 跟干家务能力 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果一定要在脏和乱之间选一个 你们会选哪个 我选择了乱 就像现在 如果我不搞卫生的话 蟑螂就会泛滥成灾 但如果我不收纳整理 最多只是影响一下美光而已 无伤大雅 最近家里的蟑螂 在我的辛勤劳动下 得到了大规模的控制 只剩少量残余部队 还在玩死抵抗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啊 你可不可以说英格里士吗 妈妈不会讲英格里士 妈妈你笑 妈妈你说英格里士吗 好吧 拜拜 中午我就吃一碗鸡蛋面 反正这个鸡蛋面好好吃啊 最近好像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啊 叫我的阿赖特 马依丽演的 大家有看吗 爱奇艺上可以免费看两集 不过感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好看 还在犹豫要不要开会员呢 哈喽老二 妈妈 哎 天文台说你去赛红色暴雨 不用上雪 还不用暴雨 其实已经没下雨了 不过政府规定一定要去学校街 拜拜 拜拜 红色暴雨 妈妈也想知道 一滴雨都没有 还叫红色暴雨 没错 我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 大哥呢 在大楼上 他是要妈妈去接播 因为老大没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都不知道要不要接他 还好最后良心发现了 他不想给我们玩就先回家了 我带着两个小的在下面当秋千 我今天都干了这么多家务 也不能让他们太轻松了 准备做晚饭的时候 婆婆从深圳回来了 今天买了鸡和鸡蛋 这个鸡蛋个头小小的 应该是土鸡蛋 我看人不然是十天那么选不便的 呵呵呵 太别 好像轻松还要滑 嗯 嗯 真的好好吃 嗯 嗯 妹妹一口气吃了三个 然后又开始吃鸡腿 拌鸡 我们今晚吃鸡 但是很清淡 我得弄点辣椒油 拌上辣椒油 真的是绝绝子啊 没给你钱 你不要来 带吗 这钱啊 带 你没有带钱买那个中饭的吗 嗯 晚安